给我们一点空间吧 我已经没有要选了 那也会先信负责了 就不要再胡乱猜猜了 要外界不要再乱猜了 民进党立委赵天霖说的 可能也包括前立委邱毅 因为他在脸书上爆料 跟赵天霖外遇的张姓大陆女子 1987年生 今年36岁 唯一的就业记录是在江苏省的昆山 夜总会上班 怀疑赵天霖可能去夜总会认识她的 邱毅说这名张女 2014年跟赵天霖热恋时 进入一个统战组织 赵天霖又在这时加入国防委员会 怀疑有猫腻 不会再胡乱踩车了 这个都是没有需要的事情 那为什么 面对镜头否认共谍指控 赵天霖的太太也在脸书发文 说多年前的错误往事又被提及 难免伤痛 判多余的议论跟踩测就此打住 当年选择原谅先生 这次还是会跟先生占同一阵线 但国民党显然不打算放过他先生 赵天霖的那个委员的国安案子 是包含部长法务部调查局 跟那次国安局局长 要国安单位跟法务部动起来 兰委不但要求查赵天霖 有没有国安疑虑 也要查行政院副院长 被爆料的桃色影片 有没有伪造的问题 难道这种政治的事情 要用那个 这政治什么事情 要用这种事情来做政治表决吗 你提啊 你提我帮你 我帮你连署 我跟妳同意 你提的我通过同意 好吧 我们先确认一下 你打我 等一下鬼 高检署和调查局 都在收集相关的资料 来进一步的了解事实的状况 法务部署还在了解 国民党趁着绿营报桃色纠纷 抓紧机会 反攻绿营原本主打的泄密战场 TVBS新闻 陈胜文冬用具 韦家企业三区小组 台北赛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